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清理软件 叫hybit uninstaller 这个软件呢 它跟360还有其他的那些 清理软件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它没有过多的附加其他的功能或者是广告 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系统的清理软件 而且是免费的 关于系统的清理 很多时候 大家以为是因为装的软件太多了 或者是文件太多了 导致系统的慢 而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那是因为在开机的时候 你系统中有大量的软件在后台运行 而导致你的系统变得越来越慢 我们可以用这个软件 把系统的后台服务和启动向 都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开关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可以在它的官网直接下载就可以 它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是安装版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绿色版 你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下载就可以了 安装版是需要安装的 绿色版就是一个文件 你可以放在右盘上 或者是直接放在电脑上都可以 在我们把这个软件按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它 一打开这个软件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机器上 我们都安装了哪些软件 可以看到安装了非常多的软件 但是呢 这些软件它并不是说按的越多 系统就越慢 而是在安装了之后 如果它在后台运行的话 那么你的系统就会变得越慢 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应用呢 我们看这个工具 工具呢 打开之后 首先呢 第一个是找启动管理 启动管理呢 就是在你系统启动的时候 这些软件呢 也就会自动的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还有这个Adobe的一些软件 还有一些我需要用的软件 比如说群晖的一些文件同步服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如果你把箭头取消掉 它就不会再开机运行了 而打着箭头的就会开机运行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Adobe的Breeze 我现在开机可能就不需要它 我就把它点掉 这样呢 在重启之后呢 这个软件就不会自动运行了 把你需要的呢 留下来 这个箭头留下来 点击关闭 这样呢 这些启动项我们就又画完了 我们再看这个工具 这里有这个服务管理 你看到机器上呢 也安装了非常多的服务 这些服务呢 你在启动项里是看不到的 那么这些服务呢 哪些是能关的 不能关的呢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这里有一个隐藏微软的条目 这个微软条目其实即包含你操作系统 也可能包含你比如说安装了word Excel这些东西 它也都算 把这些都隐藏掉 隐藏掉可以看到按文件名牌 第一个就是Adobe的这个更新服务 它现在呢是一个正在运行的状态 启动类型呢是自启动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开机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服务起来 它就会来帮你在后面 偷偷的给你运行这个更新的服务 但是其实就是我们装完这个东西 你可能一个月一年都不需要它更新 那么怎么用呢 就是在这个服务上面点右键 启动类型 选择禁用 这样你下次开机的时候 它就不会在后面运行 那如果你现在看它正在运行 我怎么把它停掉右键 看一下停止服务 之后这个状态就变成了已停止 它就从我们的系统后台呢就关掉了 它就不会占有了内存和cpu支援 如果你确定你不想要它的话 你也可以在右键点击删除 但是一般不需要怎么做 如果哪天你觉得你想用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再把它给设置成自动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一些什么服务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Adobe 这个Adobe的软件 其实我都不想让它自启动 那么我们就都把它给禁掉 这样下次开机它就不会自动运行 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就尽量不要让它禁用 比如说看这个我们看这个名称就可以 联想的power manage service电源管理服务 那这是需要的 如果你把它关了这个机器 它可能就一直都处于这种最高性能的模式 还有这个 这个Adobe 这个Adobe应该是生卡服务前关的一些服务 我们把它留着就好 这个都是系统的一些技术服务 像这个虚拟机服务 虚拟机服务 其实我是经常用虚拟机的 如果你不用的话把它关掉也可以 所以这些服务呢 它都不是系统上自带的服务 你就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哪些是你用的 你留下来 不需要一直开的 就像这种更新服务就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优化完了之后呢 我们点击关闭 我们再看一下工具 通过这两个优化呢 其实你的系统的性能就得到了优化 你注意性能和垃圾文件是两回事 你的系统可能磁盘没有地方 这是垃圾非常多 有很多你不需要的东西 但是它并不影响你的性能 你系统上有两块硬盘 有一块盘装满了 它不会影响你过多的性能 我们再看一下注册表清理程序 就是我们在安装软件的时候 它都会写入这个注册表 但是呢 它并不会删 我们把左边这个要扫描的区域 都给它选上去扫描 可以看到有无效的APPID 就是说这些软件其实已经删掉了 但是呢 这个注册表它没给清空 也就是说卸的不干净 还有看这个文件不存在 就是说这个软件都没有了 Adobe的Illustrator这个东西被删掉 文件不存在 那么这些呢 其实就是垃圾 就不需要再有了 我们看一下 让它扫描完 OK 然后点击清理 清理完了呢 关闭 我们再看一看工具 工具 工具里面有什么呢 垃圾文件 清理 你可以看到 左边有一些选项 系统的临时文件 日志 缩略图 一些旧的数据 其实这些呢 都不需要 还有一些浏览器的缓存 我们扫描 它会提示你 我的浏览器正在运行 是否将其关闭 把它关了就好 OK 这个浏览器就关掉了 然后它会帮我扫描一下 系统中的垃圾文件 可以看到这个浏览器的缓存 肯定非常多 因为你每天 会看一些视频啊 或者是网站 它都会缓存下来 上边完了之后呢 点击清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浏览器 有将近500兆的地方 需要清理掉 点清理 然后点击关闭 我们再看一个工具 这个呢 叫上下文菜单管理 那这个说白了就是右键 我们看一下右键里边都有什么 这个邮件呢 它分几个栏目的 比如说在文件上点右键 你在ese图标上点点右键 在这快捷方式上面点右键 都能弹出来哪些右键菜单 好我们看一个 比如说目录这个 我们在一个目录上面点右键会怎么样 会弹出来这些东西 这个我就不想要 比如说这个breze 我不常用这个 把它取消掉 然后呢 点击关闭就可以 我们再看一个windows的应用商店管理器 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些应用商店的应用 是我们不想要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不想要 我已经删除了一部分 如果你没有删过的话 你的应用要比我这个多的多 包括一些游戏啊什么的 好我们点一下卸载 点启动就可以了 好这样呢 他就帮我们进行了删除 删除之后呢 其实是有些文件 垃圾文件并没有清理掉 包括注册表文件 看这里有一个自动清理 把它选上之后点扫描就可以 他就会帮我们找到一些垃圾文件 也帮我们清理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具菜单中呢 有非常多的选项 他们呢都对应着每一个非常具体的清理选项 如果你想要清理哪一个呢 你就选哪一个就好了 整体呢 这个软件是非常的简单好用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广告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试一下 好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如果喜欢的话呢 记得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